男汉二代女团CARA将在这个月推出新曲 时隔一年八个月回归 官方社群也陆续释出了预告照 让粉丝们十分期待 然而临近回归 全员奎莉却惊传受伤的消息 必须停工休养一段时间 奎莉的经纪公司发出公告表示 一人在进行个人形成时意外受伤 导致颧骨眼窝骨折 当时马上到医院进行检查 也必须进行手术 预计需要四到五个星期才能恢复健康 奎莉与经纪公司进行慎重的讨论后 决定取消七月份的活动 将优先考虑艺人的健康和安全 尽快恢复健康 奎莉将无法出席CARA接下来的回归 让粉丝们感到很惋惜 也希望她能早日康复 至于她能否出席八月的日本演唱会 也还是未知数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